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五件新闻 我是林玉祥 马上带来看到今天的国际新闻重点 首先来看到日本 日本八家汽车大厂发表4月生产和出口数据 虽然国内销售下降 不过全球的产量由于美国景气复苏 较去年同月上升了4.9% 继续来看到中国 北京近日高温来袭 29号出现了摄氏40.3度 这是北京自1951年以来 史上最早出现的40度高温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24号当周出身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减少了2.7万人至30万人 这表示了劳动市场持续增强 最后来看到欧洲最新民调显示 法国总统欧兰德的声望在下探 只有3%的选民 希望他代表社会党竞选人任 云南省德宏带族景颇族自治州 云江县今天早上9点20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6.1的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12公里 首府昆明市民反映有震感 地震过程当中约有30秒 当地震感相当强烈 由房屋倒塌 不过镇央区人口较少 目前还没有伤亡传出 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将随时为您跟踪报道 纪念六四25周年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领袖 周四在国会的山庄联合召开记者会 谴责中共当局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 并表达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民 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支持 来看到新唐人记者尼克 来自美国华府的报道 Today at the Capitol building Speaker John Boehner Minority Leader Nancy Pelosi and members of Congress joined with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s to commemo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25 years ago as we all know a people rose up in Tiananmen Square to demand their rights to demand dignity and respect to demand a voice they want an end to corruption and a beginning of re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they were demonstrating peacefully when tanks came rolling down the street toward the square China's governmen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offender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torture is endemic religious believers be they Christians, Uyghurs, Tibetan Buddhists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persecuted with absolute impunity they want us to forget all this but you can't overcome the past by ignoring it and so we stand here together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佩洛西指出 美国会负起道义的责任 对中共政府迫害人权 持续发声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周三晚 以379票对一票通过了 今年六四25周年的决议案 要求中共政府尊重公民集会自由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和其他所有的基本人权 尊重法治 停止审查有关1989年 天安门暴力镇压的资讯 国会还将在6月4号当天 以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的名义 在国会山升起一面美国国旗 以纪念六四遇难者和异议人士 为中国民主做出的牺牲 新唐人记者尼克 美国华府报道 犯下捷运杀人案造成4死24伤的震结 在台北看守所积压第九天 检察官上午首度提讯震结 据看守所人员表示 震结昨天吃饭睡觉 作息都相当正常 情绪看来也没有任何起伏 没有跟所方提要求 也没有跟任何人来探视 征讯预计到中午结束 今天是立法院会期 最后一天 不过还有许多法案还没有处理 因此立法院今天要进行法案大清仓 总计处理500多项报告事项 宣读50件法案 预计将开会到午夜12点 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到晚上12点钟以前 应该会把不需习上的案子 全部把它完成23度 这些不需习上的案子 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这个都是经过一个会期 两个会期 甚至于三四个会期 这个会期通过的案子 恐怕历来最少的一次之一 大概恐怕加起来 大概只有 还不到50个案子 很多的法案 民进党霸占主席台 导致研探时间 所以这个会期能够通过案子 非常的少 立法院今天先处理朝野有共识的法案 包括了六年600亿治水预算 至于高度争议法案 例如自由经济示范区 两岸服贸协议 还有考监两院的人士提名 将在六月中临时会来处理 不过在立法院朝野党团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届时在野党恐怕又要霸占主席台 第二十四届全国资安会议今天在政大召开 有上百位的资安专家学生以及厂商出席 对于昨天台湾电信龙头宣布4G开台 以及新的云端概念发布 专家也说明了将来行动时代可能面临的资安风险 我们马上连线到现场记者陈真带来最新情况 好的直播台湾进入4G与云端时代后 除了更多的商机 今天台湾的云资推手 曾参与行政院资安汇报的 政治大学理学院院长郭耀黄 也提出要有更多的资安准备 但是假征的政府的服务集中到云端平台的时候 这个服务可得性跟国家安全的关联 我觉得会变更敏感 行动网络 尤其现在5G出来 然后大家又在谈Software Defining Work 这些都有新的课题 曾经协处外管资安事件的郭耀黄 这次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因素 说明为什么会有数百位的学者 连数反对中资进入第二类电信 针对有业者想要采购中国华为的基地台 他也表示了意见 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社会信任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有一定的复杂度 那华为是中国的品牌 那老是说它背后又有军方 中国军方的背景 所以这个从国家社会安全 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一定的管制 恐怕是必要的 这次全国资安会议要进行两天 后续有进步消息 我们将为您掌握主播 好了我们谢谢陈真 接下来请继续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苹果公司28号正式宣布 以30亿美元 约台币891亿元 并购高档耳机与音乐串流业者BITS 为苹果创业38年来最高价的收购交易 企图借由重回音乐的根 追求苹果的加速成长 美国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第一季经济年率下降1% 低于原先公布的上升0.1% 两者差距甚大 但分析师认为近来的指标显示 本季经济一键改善 例如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大幅下降 预期经济仍将改善 带动美股周四上涨 标准普尔500指数 甚至突破新高 收于1920年 交通部长叶框石29号表示 要改善台湾高铁公司财务问题 使其正常营运 将行减资6成约390亿元台币 然后增资至少390亿元 再延长高铁特许期至少35年 加上现在合约新建营运期35年 合计特许期共70年 台湾央行29号发布金融稳定报告 报告指出北市房贷负担率 在去年第四季飙上63.37% 等于台北市每房贷户的每月可支配所得当中 超过6成3的人所得要拿去偿付房贷 央行特别以此对房价高涨再次示茧 新台湾的电视整理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山东威海市昨天下午发生了森林大火 火势顺着风势迅速蔓延 疏散了上千民众 韩剧来自新兴的女人气康 为了答谢热情的新粉们 韩国SBS电视台在首尔东大门设计广场 举办了摄影棚展览会 更上次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议员参选人文职一声公益 做事认真负责 民调请支持中正万华区议员参选人 陈文职感恩你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优良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白河台湾电影文化成 耶 参与台湾电影文化成 参与台湾细说台湾 这部打拼现場 就是白河台湾电影神 金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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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制台湾电影 新唐人衛星涵蓋了北美洲、歐洲與亞洲 潛載收拾戶超過兩億 全球有線和無線電視的覆蓋範圍 包含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匈牙利 台灣等國家的各大城市 總收拾戶超過6100萬 仿佔與INTD行動平臺 透過手機與電腦網絡 讓新唐人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無所不在 新唐人的全球通路與影響力 絕對是您走向國際 連結全世界的最佳媒體夥伴 歡迎回到新唐人五間新聞 中國大陸山東省微海市 昨天下午發生了森林大火 火勢順著風勢迅速的蔓延 據現場目擊者表示 為在山東省微海市西北部的 仙姑頂風景區 景區大門高大的排防後 一片可以看見一片火海 遠處就可以看到風景區升起的濃煙 結果原因跟森林燒毀的面積仍待調查 香港支聯會每年六四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 舉行燭光集會來悼念死難者 今年秉持了傳統在下週三 也就是6月4號的當晚 舉行紀念六四25週年 支聯會呼籲香港民眾 不要受到中共的打壓和分化所影響 一如既往的舉起燭光 向中共說不 結束一黨專政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 今年將以平反六四 戰鬥到底作為悼念的主題 他強調 在北京封殺打壓六四 紀念活動的情況下 維園的燭光更顯重要 呼籲市民踴躍出席 對於親共團體《愛港之聲》宣稱 六四當天天安門上無人死亡 李卓人批評該團體是中共的幫兇 竟然還有香港人懷悶良知 顛倒是非 還要在那些死爛者的家屬的傷口那裡去撒熱 還要計幫中共傳播的謊言 我們是覺得非常非常憤怒 六四燭光晚會將播放一段六四25年來的抗爭短片 以及有8名八九民運領袖的錄音講話等等 此外 將於6月1日舉行六四愛國民主大遊行 下午3點由維園出發 遊行到政府總部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中國大陸今天上午6點發布高溫黃色預警 華北地區多在預警範圍內 其中北京 天津及河北最高溫 都可能達到攝氏37至40度 這也是今年北京迎接的首個火爐旗 先前澳門推出法案讓高官擁有行政豁免權 被輿論批評離譜 導致8000人上街抗議 澳門良心組織日前號召萬人上街及包圍立法會 成功比使澳門特首崔士安29日撤回離譜法案 依照越南漁船26日在南海大陸架設的專遊平台附近 遭到大陸漁船撞沉 所信船上10名漁民全部被其他越南漁船救起 越南漁業協會已要求中共賠償所造成的損失 大陸毛左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 六四前夕接連發表六四事件真相 和中共智障政策以及民族 宗教 信仰等敏感言論 他的新浪微博23號突然被關閉 引發議論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韓劇來自《星星的你》 風靡亞洲 而劇中有很多的場景跟經典的畫面也都成了著名的景點 為了答謝熱情的新粉們 韓國SBS電視台決定在首爾東大門設計廣場 重現拍攝的場景 開放民眾參觀 雖然電視劇《來自星星的你》已經結束 不僅重現了劇中都米進和千松一的家 還將兩人從邂逅到相愛的過程 細分為出發 偶遇 邪逅 邪逅 心動 思念 愛情 回憶等主題 有客們還可以在假想的現實空間體驗劇中場景 利用三維立體展現劇中都教授的停止時間功能 都米進在危急時 救助遇難中的千松一時出現的車子和漩渦 兩人確定彼此時出現的紅地毯 有客們可以在這裡拍照留念 在首爾東大門展示驗館展示 新唐記者今夜韓國首爾報道 今天上午日本外海的一艘油輪發生爆炸 海方隊緊急趕往處理 事發地點接近兵庫線紀錄港 在距離東京西方450公里處 目前已知 油輪船員一人失蹤 七人獲救 其中四人受傷 外媒報導 美國海軍官員透露 搜尋失聯馬來西亞航空MH370班機 作業中的四個重要升波傳輸信號 據信 並非來自失聯班機黑盒子 而是其他毫無關聯的人為來源 高爾夫名將老虎伍子 今天在個人官網宣布 不會參加下個月開打的2014美國公開賽 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老虎伍子 自三月底接受背部疼痛治療後 就沒有參加比賽 Google共同創辦人表示 Google已經自行設計出 沒有方向盤 煞車和油門踏板的自動駕駛車 使用電力驅動 只有兩個座位以及啟動停止鈕 出騎最高時速為40公里 乘客只要按下按鈕 就能被載到目的地 預計今年會開始與駕駛進行測試 新唐亞的電視真理報導 接著我們來關心下節新聞重點 消息會針對網購粽子進行了調查 發現有20家業者當中 9成標示不符合相關規定 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演技被評零分 不過高EQ的她自我解嘲 因為自己的名字當中有一個零字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五件新聞 不管去購物啊什麼的 都是那個能感受台灣人的熱情禮貌 那個人情味特別好 就是後銷和新的感覺特別好 本土的文化保留得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台灣最美麗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人情味最好 台灣最有名的就是人情味啊 很多香港人來到台灣以後都捨不得回去 就是我覺得台灣最美的地方 其實是在這些跟人的相處跟人的互動 然後人給我的感覺 是我覺得台灣最美的地方 為了幫助殘障人士勇敢動起來 她招牌的土雞米糕 總是讓吃過的顧客回味無窮 只因為她對傳統打鐵鑄刀 有著一份執著和堅持 帶您走訪至今仁保有雲石客家風味的屏東貫磷 溝水聚落 幫助過我的人真的很多 要做大事我們沒辦法沒讀書啊 她剛好學這種工作 她就在學校附近就幫她小孩子 只有一個小小的那個念頭而已啦 撿垃圾是個很簡單 可是大家都會忘記去做的事 所以我們就決定 邊旅遊邊幫台灣清潔環境 我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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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新唐人五間新聞 端午節快到了 不免俗的要吃粽子來過節 除了去大賣場傳統市場購買之外 現在還可以利用網路上網購買 因此蕭基惠針對網購粽子進行了調查 發現調查當中的20家業者 有9成都不符合相關的規定 呼籲消費者上網購買時 要睜大眼睛 以免權益受損 有18家的這個部分 都漏掉了A漏掉了B漏掉了其他幾項 沒有完全去公告7項一個完整的資訊 竟然有高達60% 沒有依照消保法第19條的一個規定來辦理 竟然要求消費者說 如果你的包裝破損了包裝不完整 很抱歉我們一概不予退貨 那這個部分明顯的就是跟消保法上面的一個規定相衝突 消息會表示網路販售業者必須對消費者負起責任 提供完整的商品資訊 以及符合網購商品7天建賞期無條件的退換或服務 以免消費者看得到吃不到 而這次的調查對象不乏知名的網路購物平台 因此消息會鄭重呼籲相關主管機關負起責任 也提醒消費者在購買之前 要多注意網購資訊和說明來保障自身權益 2014年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在台南運河舉行 共有220對5000多位的海內外龍舟好手一起競技 週四晚上台南市長賴清德到場舉行即將儀式及開幕典禮 湧入了大批民眾前往觀禮 龍舟競賽前按照鼓勵巨星即將儀式 台南市長賴清德登上龍舟 沿著運河河道灑熊黃酒驅邪 並沿合泡粽子祭祀愛國詩人去圓的鐘魂 期許龍舟賽順利完成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觀賞 我們的文化有非常好的傳統 那我相信這樣的即將儀式 也會帶給我們民眾很多的這種平安的感覺 延續我們中國傳統然後也是紀念屈原 今年參與台南國際龍舟錦標賽相當踴躍 共有220對5000多位來自海內外的友人參加 一二十二中加油 剛好可以鍛鍊他們的身體 而且台南二中這也是第10屆的龍舟競賽的隊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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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我們非常有機會拿到冠軍 這也是我們最終的目標啊 我們要不要拿到冠軍 加油 開創全台灣之先 是選擇在夜間比賽 那同時呢把我們台南市的各種龍特產啊 小吃美食都集中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 像嘉蓮華一樣的活動 夜幕低垂 龍舟比賽開幕 比賽起點嗆聲響起 選手奮力往前滑 每艘龍舟都裝置了LED燈飾 在夜空裡 好像彩色亮麗的遊龍 吸引眾人目光 今年台南龍舟錦票賽 從5月29號到6月2號的夜晚 在台南運河舉行 搭配其他藝文美食活動 營造嘉蓮華的熱鬧氣氛 新唐人海電視使勁旺 台灣台南報導 台灣第一名魔林志玲 演技被評0分 不過高EQ的她 可是有一套自我解嘲的說法 林志玲妙達演技被評0分 是因為自己的名字當中有一個0 20080在電影GP中飾演小喬 一腳頂著台灣第一名魔的頭銜 林志玲力求轉型 要讓大家逐步看見她的進步 去年與黃博演出的 104球婚獲得肯定聲音 修舍可殘 沒想到與劉德華合演的 富春山居圖又多恥富貧 甚至還被網友說 從花瓶變成了花盆 由大陸的影評人 推出華語明星演技排行 沒想到林志玲只拿了0分 是不是因為我的名字有個0 我沒有多想耶 應該說有被評到的 就是被認定是演員這件事情 還挺有趣的 還有韓跟汪東誠以及吳尊 都被評為0分 評語寫到半路出家純屬玩票 竊取情報的老鬼就在你們之中 最近在大陸人氣旺的黃曉明 Angela Baby 折拿了20分 影評人認為他們屬於鏡頭演員 塑造的人物沒有深度 也沒有精神與創造力 而金馬影記張家輝 以及影后張子儀 則拿了80分的高分 影評認為演技日趨成熟 能發揮角色 不錯 我就是美貌與智慧並重 英雄與狭義的化身 唐伯虎 最高分的則是他 周星馳影評認為 演員創作的角色 都做到極致海 開中立派影響力超過30年 名單一出網友看法 不疑有人認為娛樂性質 也有人認為公正 對於演技爆壓帶的評論 智琳姐姐高於QO的表現 依舊令人讚賞 透過時間更精益求精 我覺得在這一路上的軌跡上 我們都有做到 自己看得見最重要 新唐人 亞特地是珍英豪 張韻婷 台灣特別採訪報導 接著在您關心5月30號 全台各地以及世界 各主要城市的天氣狀況 全台各地的 全台各地 都市民 全台各地 都市民 全台各地 市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